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澳门特别行政区驻军法和中央军委的命令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 于29日组织进驻澳门以来 第25次建制单位轮换 轮换行动在当天顺利完成 29日清晨 轮换进驻澳门的部队 在珠海基地组织欢送仪式 部队整齐列队冠兵精神抖擞 一日结束后 行进车队全员全装开禁 从横行口岸进入澳门 在澳门荡载军营 驻澳门部队组织了防务交接仪式 此次轮换出澳的官兵 圆满完成了驻防澳门的各项任务 以实际行动维护了国家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 维护了澳门繁荣稳定 轮换进澳的官兵 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 全面掌握了澳门基本情况和有关法律知识 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